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8号台股最前线直播的一个节目 那在直播之前呢 有几件事情提醒大家 那原则上如果说你有这个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在聊天室 留下你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最后10分钟的一个节目里面 会统一来帮大家做解答 那如果你喜欢夏老师的一个节目 我们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我们在每天的下午3点半 有这个直播的一个节目 因此先跟目前已经进入到直播的 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一个应该是 看得出来应该是 这是宫崎骏的那个红猪 然后另外一个是高 不确定是男生女生 那大家好 大家午安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几个主题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但我相信大家对于今天的一个行情 其实最大的疑惑 就是在于说 今天早上 当然美股是涨跌互见 就是有涨有两个指数涨两个指数跌 但看起来好像美国银行类股的风险短线上面有缓解的一个迹象 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会大跌 那这个原因呢 它会关系到 后面几天的一个行情怎么样去做发展 那以及在今天一样 我们会针对我们现在手上会员的一个持股 来跟大家谈我们对于这些个股的一个看法 那第三阶段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如果说投资朋友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 老男人 老男人你好 那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在聊天室留下你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大家可能疑问最多的 因为在应该是昨天的下午两点钟左右 这个第一公民银行 这个是不是我们之前谈的那个第一共和银行 那个英文不太一样 这家公司呢 它是像这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收购 它就是证实说要收购矽股银行 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虽然说 是一个比较明显折价了 因为它资产规模是720亿嘛 那只花165亿美元就做买下 但无论如何至少有人去做一个接受 那加上说之前联准会也谈了 就是那个存款户都可以领到钱 所以这个当然对于市场的信心提振的一个程度来讲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一个行情最终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最终只跌了128点 来到15701点 两天的时间 昨天跌了大概80点 今天跌了120 也就是说两天的时间当中跌掉了 大概2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对啊是红珠嘛 好我有看到我稍微点点开看一下 跌到2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了 那这个部分 大家的疑问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嘛 银行类股的那个风险有缓解 暂时缓解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前天大跌 其实最主要两个原因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因 好 道琼跟标准图的500指数 他呈现上涨 那费半跟纳斯达克是呈现下跌 好 所以第一个 忘了大家其实就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是以科技股在做领跌的动作 对不对 就是昨天的费半跟纳斯达克 都是以科技股为主 所以科技股相对来讲表现比较弱 那另外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造成今天大家会觉得跌幅比较大的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上市跟上跪 这两个市场加起来 大概有1718家的一个个股 实现下跌的 那基本上如果你加那个ETF 大概上市贵加起来 应该有大概2000家左右 也就是说大概九成多的一个个股 都是呈现下跌的 好 但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以今天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来看 你说是谁造成主要的一个卖压 大家可能会想说 是不是法人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如果去看 那个交易所的那个三大法人买卖的数据来看 我记得昨天的那个外资是卖8亿 然后今天的外资是卖20亿 加起来两天的时间当中也不过就卖了28亿 但台北股市反而跌掉了这个 跌掉了这个大概2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好所以你就知道说 基本上今天的下跌 它其实并不是由外资来做或者是法人来做一个所谓主导行情的一个方向 那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 最主要的关键其实应该是丙种的结账 好什么东西叫丙种 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就是在股市当中 我们要知道各种的资金 它会圈什么样的情形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简单讲就是金主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太适合用自己的名字 去持有一个个股 比如说公司大股东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有实力的一个投资人 他可能会透过丙种的一个方式 下代丙种的户头 然后就是这个当然会结利息 那因为利息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我们的一个认知来讲 感觉好像是交易日才会有利息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这个如果你有用融资的交易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基本上融资的利息也好 或者是像这种所谓民间店款 这种丙种的一个资金也好 基本上它的利息是算的是日利率 什么意思呢 就是即便我没有上班没有开盘 基本上我这笔钱给你用 那都还是必须要算利息的 这个叫算日利日 所以在长假之前 原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然因为毕竟有五天的时间 所以当然对于这个金主来讲 他也会担心说 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钱收不回来 所以当然有的会要求说你要把部位结清掉 那有的是我自己做单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些 可能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去下单的那些人 他们透过品种的这个账户 那因为他不想要付那个五天的利息 因为这五天的时间当中什么都不能够做嘛 对不对 那这五天的利息他不想要付的状况之下 他就有可能会去做提前结账的一个动作 当然这个其实不一定是应该这样子讲了 他不一定会在每次的长假之前 他都会发生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要看一下当时市场的气氛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市场气氛其实表现是不错的 就是说他们对于爆股过节或者是爆股像之前那个12天的那个廉价 市场如果市场气氛相对来讲是好的话 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担心这个爆股过节这件事情 那原则上他未必会出现这种所谓节前的一个卖压 好但一方面最近当然美国的风风雨雨比较多了 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也有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个议题 台湾最近其实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议题 那所以当然市场会稍微比较担心一点 因此今天我觉得应该说应该这样讲了 过去这两天其实 当然昨天投信的一个卖超是大家比较意外的一个角色 但是你从外资的角度来看 我刚刚讲了嘛 一天外资一天卖8亿 然后一天卖20亿 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大幅度的卖超 好所以这告诉你什么事情 告诉你说今天的卖压 他其实是以丙种结账的那个几率 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 好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基本上我们就进一步往下讲 就是说那对于投资朋友的问题是 那老师那这样的一个结账卖压 会一路延续到礼拜五吗 好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当时其实我们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说我们从台北股市的一个技术面指标来看 当时我们讲到 如果说就KT指标的角度来看 今天是低点还是15186的最后一天 那细节我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我们谈过非常多次 那明天开始会开始往上跳 我记得这个明天的低点会变成是15337 他会来到这个位阶 然后沿路向上去做移动 当时我们讲到的是说 以你指标在相对高档 然后你的高点假设没有变的状况之下 即便你的收盘价不动 那他都会造成指标会往下 那这种状况我们会称之为对于多方相对来讲比较不利 所以当时我们讲了嘛 原则上礼拜一礼拜二应该是对于多方有利的 那三四五 他反而相对来讲可能会稍微风险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好但是因为这个丙种提前结账的关系 那正常来讲就是T加2嘛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卖股票 理论上是礼拜四会拿到钱 那如果说你在礼拜五之前 你要把所有的资金回收的话 原则上明天反而会是丙种结账卖压的最后一天 大概因为以这两天的状况来看 其实这两天卖压是比较重 但是到了明天过后 我觉得卖压整体会稍微比较成天趋缓 所以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原本所谈到的一个概念是说 上半周原则上会比较有利于多方 然后下半周原则上会稍微比较保守一点 但是因为这个丙种提前结的关系 所以提前结的关系的状况之下 原则上上半周如果把卖压全部消耗完毕 那原则上下半周不一定会大涨 但是那个时候的量能会呈现比较萎缩 那行情可能会反而走的比较稳定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会提醒各位就是说 基本上还是会建议在这个过年 不是过年之前 在那个清明廉价之前 可能持股的部位不要拉得太高 但是原则上我们会建议大家 因为这两天这个丙种或者是主力砍杀 力道上面是比较强的 所以合理来讲 其实你可以等到下半周的时候 再慢慢去调节你手上的个股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比较好的操作的重点跟逻辑 所以今天的一个行情叠下来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恐慌 因为说真的 其实倒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卖压 那如果说这个美股能够开始出现一些比较直稳的话 那至少在未来这两三天的时间当中 行情应该会有小幅度反弹的机会 那个股可能就要看个股的表现 个股变成说你就要回到整个筹码的一个角度来看 好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谈一下我们现阶段手上的一些个股的表现 事实上我们在昨天有谈到就是说 当然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大家看的是投信作帐的最后通知嘛 对不对 好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去提醒过各位 就是说有时候做账跟结账 他只是在一线之间 好所以你说我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两个股到底是做账 还是有可能出现结账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应该说两个关键 第一个是我买进的时间 第一个是我买进的时间 第二个是我买进的成本价位 好所以这两个事情可能投资朋友要先知道 因为基本上我会以我们手上的持股来跟大家做举例 但是如果你手上的个股 你不好做判断的话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在聊天室发问 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透过那个 你可以如果你会算你就自己算 那如果不会算的话 你就是可以用Google表单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聊天室的一个方式来提问 好所以你说买买的时间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买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就是买的成本 好所以这两件事情 应该这样讲 当然他没有强制一定说 我这个月买的就这个月不能够卖 但是正常的状况之下 这个月才买的 因为投资应他要这个开单 他必须要有合理的理由 所以通常你在三月份才开始去做比较明显加码的 这个不会是他三月份 会不会做账不知道 但应该不会是一个结账的方向 所以大家第一个 第一个可能要掌握的就是时间点 基本上在三月 那当然越靠近这个尾巴的时间段 就是比如说三月中下旬之后才开始买进的 那基本上这些个股 他就比较不容易出现所谓结账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买进的成本 那买进的成本我们就要看 他的那个买进的这个区间到底落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稍后我们会再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会比较明显去算 这个我们先 这个东西 没关系 我等一下我再带给大家看 好 所以我们就回头过来看 现在我们手上大概还持有四档个股左右 那不是四档个股左右 就是四档个股 那目前的中域 中域当然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是在24号 就上个礼拜五去做进场的动作 那昨天有创新高 今天最高点还有984 但是盘中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嘛 就是原则上 今天如果说你手上的个股 它是比较明显出量的 那你就要看说 他的中晚盘也没有拉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嘛 就是今天当然会有很多人谈说 比如说昨天的军工股 比如说8033雷虎 今天股价灌跌停 比如说522的全训 今天股价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好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嘛 丙种也好 主力结账 它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因为基本上 你一定要有人去带那个头 不是说所有的散户 都不能够卖在高点 但是你一定要带头去点那个火 它才会造成股价出现 比较明显的下杀 好 那明显下杀其实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 在中晚盘有没有人把它接回来嘛 当然不是说 应该这样讲 就是因为现在当冲很盛行的关系 他们也可以选择在明天 假设行情好一点 再去用这种所谓试价的方式 去做推股票的动作 但是如果说在今天 就有这种所谓回补持股的一个操作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 它在隔天 直稳的机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看 今天的这个中域其实股价一度呈现大跌 对不对 好那大跌最低点来到89块 好在89块之后 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一条紫色的线叫做均价 就是那个今天市场的平均价格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它最后是收在平均价格以上 也就是说 当然我不知道投资票你买哪里 但是正常的状况之下 就是你今天假设进场的人 你的平均成本应该就是这条线 大概是924925左右 最后是收上去的 所以代表大多数的人是获利 当然平均值是这样子 就是 我跟那个马斯克 可能身价平均身价几百亿 因为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他几百亿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这就是平均值的概念 也就是说 有一些大户 他可能买在下方 那上来 但一般投资票可能买在这个 所谓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那就呈现短线套了 但是下方买的 基本上 他到这个位阶 他是属于获利的状态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平均成本是让你看 当天到底赚钱的人比较多 我讲的是张数 不是金额 不是人数 赚钱的比较多 还是赚钱的比较多 那至少看起来是 相对来讲赚钱的 应该是比较多 所以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谈过 有关于忠誉的我的看法 虽然说大家都过去都会觉得 他是一档妖鼓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六月份 会有这种所谓的 他TNB365跟TNB380 两个混合使用 他能够达到的效果 所以整体来讲 我会觉得 我还是比较偏向比较乐观 最近其实也有 本土法人 有开报告 那给目标价是比较高 那跟现在有很大的 很大的一段空间 那不单纯只是因为这样子 只是说 因为这种药物的东西 有时候 尤其这种所谓新药的一个开发 有时候这个一波起来 其实是没完没了 所以简单来讲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投信到底什么时候买的 我在这里买一段 这里出 好 所以我大多数的持股应该是在这里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从这个时间段来看 最主要的关键应该是这一根长红K 这一天我记得投信买了800多张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平均价格在哪里 我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卡住了 好 OK 投信 投信在这一天 他买851张 所以这一天是 828到874 好 那828到874你说 老师我不记得那一天的平均价格 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 市场当中他会有一个概算算法 就是 你用这个 高点加低点 因为 有时候还是要看成交量 但是如果说概算的话 算出来应该也在85 6块左右 那85 6块左右 其实相对来讲 跟今天的低点 其实我觉得再往下探的空间其实是不大 那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个个股它一直不算是投信会做的个股 因为毕竟是亏钱的公司嘛 所以大家其实这个投信在买起来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怕怕的 但是整体来讲这个时候出现比较明显的买超 我是觉得可以看比较中长线的波段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好 这是一种算法 那另外一种算法是什么 我带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可能就要对一下镜头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这个 看一下 这样子看得到吗 我要看一下 看一下画面 好 看一下画面 基本上 大家去那个 券商的那个城市 带近一点好了 应该这样子应该看得到 这种券商的城市 它不是会写说 就是外资买几张 投信买几张 对不对 那基本上 因为它可以有一段时间的累加 就是有一段时间累加 那这种时间累加 它会告诉你说 我买超的张数是多少 买超的金额是多少 好那当然 因为它会有 买进跟卖出 所以有时候那个金额会有一点跑掉 但是你也是可以做一个概算 就是 你用金额去处理张数 你就知道它平均买进的成本 对不对 所以这个概念是 大家可以稍微研究一下 那我不一档一档带大家看 就是如果你手上 有的个股 你就去看说 比如说这一段时间 你要看外资也好 看投信也好 自行商我是比较少看 但我自行商其实应该也是有相同的逻辑 就是说 自行商就是一样 就是我抓 比如说外资从3月1号买到3月28号 然后比如说投信从3月10号买到3月28号 那我就抓这一段时间 我看它的张数买进多少 然后金额多少 那你除了不就有个成本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重点 那其他的部分我简单带大家看一下 包括了中华车 中华车今天股价应该算相对抗跌 然后最高来到641 但是中华盘也是下去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投信在 最近它才比较明显积极去做买超 所以如果你从 这个区间段 这个区间段它等于是从这里买到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去抓大概一半的位置 大概也就在这个位置附近 好所以简单来说 当然不是说投信一定对 但是至少在 法人的筹码的成本 在那边的状况之下 他回测这个地方 相对来讲会比较有防守的力道 好当然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有一个 最差最差的一个固定听顺的比例 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怪 大概就是说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陈述的方式 但是这个市场其实大多数就是 反正就是你这个时候追高 你就一定踏到死 然后或者是如果讲空 就是你这个时候不出 你就可能跌到死 基本上大概就这种东西 但是你要去想一个问题是说 你不是买的都不出啊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说 你有沒有去设定好 那个所谓停顺的价格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其他的 微风电是比较弱一点 然后今天是回测到表泰的红K 那股价是有点比较接近均价 因为最近这两天的IC设计 它的普遍来讲就表现是比较弱的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创意 对不对 创意已经默默的跌破了月均线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影响 就是他会把整个 IC设计族群会有一点往下拖的那个味道 包括3661的市新 好但是这个部分其实也 基本上就是如果就信心来讲 创意是比较差了 那市新应该是还OK 那因为这个就是有钱人做的股票嘛 所以你大概就要 简单讲了 这个就是要看一下 有没有说连续的去做调整这样的一个情形做发生 所以但你股价出现转弱 你一定会对于同族群的会造成影响 不过因为这一波微风店他的股价是相对比较低位阶 而且同样的概念嘛 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 我记得之前我会员朋友好像有问我啦 我说我有算这个297张成本在哪里 这个会比较单纯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买297出零 所以他不会有那个因为卖股票 比如说先进先出或者是后进先出所造成的那个成本的差异 所以算出来我记得应该是231块 就是刚好今天低点的位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股价稍稍比较弱势 但是因为这股价其实都比较活泼啦 所以我会去观察就是说 接下来有没有出现这种所谓点声反弹的机会 那如果有我们就看反弹的力道 那如果没有那该调整 我想我们会去做调整 那另外6190的万泰科 今天股价从32.95年到31.95 不过这个倒跟主力大户出货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量很大的股票 那之前我们有谈过就是 今年当然他有低轨卫星的成长 然后有两元的现金股利 所以他大概有6%的现金殖利率 不过因为这两个股真的持有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那原则上我们会在这三天的时间当中 如果说有反弹的话 我们会去做一些调整 大概的概念是这样 好但问如何啦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手上的个股 今天的跌幅 如果说以最大的也不过就是 中域 中域的4.14% 当然这个前提还建立在我们之前一定要获利 大概2%左右的空间 那现在变成倒亏大概2%左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简单讲 当然这个套牢就套牢啦 但是我要讲的时候 我们的股票比较扛揍啊 就是行情不好的时候 他的股价其实比较会跌 那这个就取决于就是各位你的取舍啦 就是说你可以去做那种很活泼的股票 很活泼的股票就是你在享受他股价很活泼的同时 你也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今天他的股价出现明显的回档的时候 这样的过程你能不能把他做承受 所以包括了雷伍我们不讲了 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你看像前几天 这支援他其实也算很活泼的股票啊 就是一根涨停 然后两天的时间他就把涨停的部分全部吐回来 这是就是你做活泼的股票 不是不好 但是你就要有相对应 你大概就要知道 他是那种会会很涨涨得很快 但是同时跌也会跌得很快的个股 所以大家就稍微算一下了 因为我们现在买超个股 大多数还是以法人的买超股票为主 所以如果说你是那种 不知道投信会不会结账的 那我们刚刚讲了嘛 就是如果时间买的时间不长 那成本其实也差距不大的 应该不会出现结账 但其他的就不好说了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 手上个股到底是要出还是要续报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透过聊天室 或者是Google表单 其实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做一个询问 好那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的Q&A的环节 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投资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好那Grace下午你好 好那一样是LiMai 他问的是3037星星的展望 好那因为简单讲 当然过去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吧 星星锦硕跟这个南电 三档个股他走的是ABF载版的题材 好那因为那个 简单来讲 现在如果说以这个市场来看的话 PCMB表现没有那么强 就是笔电跟个人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强 最主要的成长动能其实在伺服器 好那尤其是上个礼拜 那个Media 就是辉达他们有那个GTC 就是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 就是汇图处理器的技术会议 简单讲就是跟那个 苹果的那个开发者大会 其实差不多的 好那那当然其中有讲到 黄文勋有讲到几个未来发展的重点 好那原则上这个 因为因为你在整个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怎么讲 就是你在 就是你在AI也好 或者是这种所谓云端运算也好 他其实重点还是必须要 深度学习 然后伺服器 相对来讲是比较受贿了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说以这三档个股来看 基本上短线上面的题材是这个 好但是 我觉得这三档个股 它其实各有各的特色 我们就 虽然是只有问星星 然后那我们就 外资续买 所以堂堂也是问星星 外资有没有买 对不起投信续买 我是还没有看 因为我们那个直播时间 应该出来了 我看一下 星星投信是买1246张 好那 大概四点钟的时候 外资的那个买卖超会出来 我先我先把产业东西讲完 就是说 如果说以ABF载版占营收比重最高的 其实是8046的难点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就是说 今天一样都破线 就破短线五日线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南电的 南电的股价上对来讲是比较强的 对不对 然后3189的锦硕 它是BT载版比较多 它跟手机联动性比较高 所以你会发现这波股价 在涨势上面 它就没有像另外两档 那3037的星星 它是比较中庸 就是说 当然它算PCB的大厂 你就股本角度来讲 它其实也算是 但是整体来讲就是 没有说特别偏向哪一个产品 这个是我记得我们对于 之前这个三雄的研究 好 所以回过头来 就是说实时线 我这上面有设实时线 我看一下 太黑了 好看到了 今天刚好测实时线 当然 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这个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外资 我觉得外资好像也没有大卖 对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因为今天没有很明显的出量 对不对 那如果以这一段 当然我们可以跑一下 但是我就用比较简单的算法 就是说 你看好 这个是3月17号到3月27日 就是大家画面当中所看到的 投信连两卖之后 开始买超的第一天 算到今天一共是 1234567 加今天是8个交易日 但是因为它资料没补上去 1.4万张成本 这就抓这一段平均 因为它的每天买的张数 跟价格不一样 但是如果说 以这一段时间当中 平均股价是142.58 大家其实应该画面当中 其实有看到 也就是说今天是有一点 破投信的成本 那破投信的成本 基本上外资也没卖 投信没有卖 外资也没有卖 我看起来我觉得 今天应该是没有 那所以简单讲 就是有市场大户先出一部分 但是从技术形态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股价还没有到 所谓的转弱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取决于说投资朋友 你到底买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当然如果你是买在 比如说150块钱附近的 这个我们讲过一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你是买在比较高的 那基本上你停损有两个可以设定 一个就是技术面的停损 另外一个就是固定%的停损 固定%的停损就是 那就要看投资朋友你的 你觉得几%你可以接受 因为对我来讲 我最多我就是10% 假设我如果买在150的话 我最差最差我就砍135 但是我不知道对于投资朋友你的你可以接受的范围是哪里 但至少从技术面的角度 因为他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回到这个区间 对不对 那因为投资他就是买在最近这段时间点 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4月份应该会 在行情允许的状况之下 应该会有拉解套的机会 那前提就是他不要先碰到你原本预设的固定%的停损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看法 但是你如果问我说对于这个产业看法来讲 基本上我觉得 今年成长力道还是在 那位阶不算高 所以如果把时间拉长 我会觉得应该还有一次挑战去年年底高点的机会 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空手是不是适合进场 所以现在没有是不是 我会建议等停住 所以等停住就是说 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子 大家讲说拉回的时候要买进 但是有时候拉回 你不知道他到底会拉回到哪里 对不对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基本上我会建议他停下来 再来抢我觉得会比较好 所谓的停下来再抢就是 这个我们提供给大家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因为简单讲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我从这一天开始 从3月24号开始买 买进去我就套 然后隔天再加码再套 然后再加码 今天再加码又套 我问你你会不会买要软手 一定会 就是因为你做股票你不会贪钱 对不对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 为什么要三天不破底 因为你去想 我们现在交割是T加2 对不对 就是假设我今天买 然后今天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我要交割 我问各位就是说今天如果说 不是说叫你全部压假设你买一成的资金 然后你买了这一成资金 然后接下来礼拜三礼拜四 今天当然也算一天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都没有再破底 没有再破底就是 最坏的状况就在你成本附近 要不然你就是已经获利了 对不对 你会不会更勇敢的去买其他的股票 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 就是说你现在是你会怕 但是你买一点点 那后面你发现你赚钱了 你会不会再加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什么都要停下来 就是你要让那个买在相对低点的 他有一点点开始赚钱的时候 他才不会急着去砍股票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空手的 适不适合进场 我会觉得你等两天的 两到三天的时间 如果说股价没有再破底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报到载版利多出来再来卖 年底之类的 年限成本120 现在还是属于获利的状态 年限我看一下 我叫市场喜欢的 就是因为我是用那个 大家看我月季线就知道 我是比较老派的 我们来看市场喜欢的年限 我猜应该大家讲的是这个 我不知道载版利多 你认为什么是载版的利多 但是基本上 我们先讲如果说以产业 或者是消息来讲 该出的利多都已经出了 剩下看什么 剩下其实我觉得是要看 我的营收到底有没有到那个水准 就是说他有没有比市场 我来看一下 就是我我们讲过 高速运算 这种东西 你说载版有什么利多 就是高速运算 然后云端伺服器 GPU等等 好但是关键是 我的那个我的这么多的消息 我的营收能不能够继续顶上去 好我觉得这个是是比较关键 那因为去年的 去年的这个新线营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这里就有人 这个应该是106亿 去年三月是106亿 然后接下来都大概100出头亿 就一二月比较小 好那 因为三月份工作天数是正常的嘛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看 三月份的营收 如果是有回到百亿元以上 我觉得 应该有机会来挑战 年限的位置 好所以这个就是 对啦就是 你要去想的那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过年之前买120 你是买这个地方嘛 120块是买在的 应该差不多买在这嘛 过年前买 因为我觉得相对低位阶啦 好那相对低位阶 我觉得有爆的本钱啊 好不用急着在这个地方去 去做出场 好当然 我们现在大概还获利大概十几二十块嘛 好那就至少就现在的的 你不论大概从哪个层面来看 他其实没有没有挂了 没有没有死掉了 因为你看我一波上来高点145 然后横盘震荡整理 你再来创新高 基本上他的股价还是属于会创新高的那个逻辑里面 好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不用急得出 大概概念是这样 好就提供给投资朋友做参考 好那其他投资朋友还有问题吗 因为时间的 对好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好那我们今天直播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大家透过Google表单来跟我们做联系 那或者是Lite Lite的方式都跟我们做联系 那也很麻烦大家好 帮我们多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一个节目通知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好我们明天见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te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本Lite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igonID为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自负投资人营 再银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